我礼貌上通知一下大家 我剛開始錄音 因為錄音跟錄影 因為想要讓其他社群的人 不能出席的也能參考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我們要不大家都自我介紹一下好嗎 我從我們這個團隊的同事開始 是嗎 聰嗎 嗨 這邊是聰 你們好 應該也有人認識我吧 我是Litecoin那邊的區塊鏈工程師 如果有關於 應該各位Validator應該或多或少跟我交談過之類的 如果有新的想要成為Validator的朋友的話 可以在G0V的頻道 Litecoin頻道裡面找到我 我們可以公開討論這方面的問題 對 沖在那個G0V我們議場裡面的flat裡面 舉個手 讓大家知道你G0V的帳號 好的好的 我在flat裡面發言一下 對 對 那個都去那個議場裡面 那個flat會 大家可以一起去看 同步一下 那我們Michael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我在Litecoin的複雜 蘇珠的部分 如果你們在report的蘇珠發聲有問題 可以在slat裡聽Michael 跟我說 包括有八個 對 三位 Michael也去G0V的slat 這個hi吧 讓大家知道你正好 謝謝 然後接下來的William 我是William 我是FullstepDeveloper 如果在Litecoin的各個SDK API 還是什麼關於Litecoin的東西 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G0V的頻道找我 可能還是其他人也會提供幫助 就是對 就看大家有什麼關於Developer 還是平常使用這樣的意見 也可以說我們的channel說 下一位主動先生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id 我主要負責的是前端的開發 現在主要是在做Litecoin的app 大家好 我是Edmond 我在團隊裡面是負責做營運推廣客服等等的東西 那麼被技術的東西可以先找我 大家好 我是Phoebe 所以我是主要做Business Development這一塊 在Litecoin團隊裡面 還有一些平常的寫區會議都會見到我 然後 下一位可以是阿喬吧 如果他在的話 我是Josua 我是Litecoin的UX UI designer 我設計相關的都可以找我 大家好 我是阿露 我是Litecoin的technic 所以主要 Connie 現在主要是將以那 deal 這代表Isense的through 如果大家會有興趣的發表 可以視你看有沒有什麼意見 關於這個ISEM 什麼是ISEM呢 我現在不多說了 我想最后应该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是Kin 高重建 在Lightcoin主要是负责产品设计 或者说Protocol的设计 那个Mechanism的设计 然后产品如果说是UI UX方面的真正落手的是 刚才那个阿乔 然后顺便说一下 我五月份基本上在休假 我每周一 每周三会上班 然后其他几天理论上司会在休假 那个然后宝博士你来好吗 哈喽 希望大家听得到 我是葛卢军 有个外号叫宝博士 那我现在是在台北科技大学任教 其他的时间呢就是在跟各位多学习 跟区块有关的知识 也希望可以一起帮助到这个产业 把博士有进G0V的那个slack吗 有啊 有啊 常常 你能在那个那个flat里面说个嗨吗 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 对啊 对啊 然后因为好像不知道你账号 然后你顺便指下一位好吗 但因为我有点 我有点记不得 我来了 我这边 看不到账号铃声啊 对啊 行 行 我来好了 我来好了 Bell 有在 在 你是叫我吧 对对 大家好 我是Beryl 是来自Matters 我又在那个G0V的slack上 那个名字就是叫Beryl 对 很高兴认识大家第一次参加 这个validator的会 然后我看到真的假的 Covacs的Johnson 可是他有告诉我他不方便讲话 所以我就不让他说了 如果 Johnson 如果你有听到然后方便了 可以在咱们G0V的那个flat里面的channel 打字是一个嗨的样子 另外Ben Hello Ben总 喂 高总怎么样 我是Ben 我是R Sky的 我们跟Stan News 就是那个腊肠声纹是其中一个validator 对 嗯 我看看还有没有漏的 啊 Lucien也是应该是不方便讲话 也是真的假的 啊 我看还有一个Failogist 我不清楚是谁 可是我也不清楚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没改过来 所以啊 Michael 是Michael 啊不对 Michael是我们的Michael 不是MichaelC啊 嗯 那我应该没有漏了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议场吧 你还要关了 啊 好 很抱歉 最重要的那个我看漏了 我看漏了 宽哥 他可能不方便吧 不知道 哦 他带了一点的路上 那我们 我们介绍他好了 他 昏是 Falbo 这是我们 也是一个很核心的验证人的 一个 创办人之一 那 而且那个 Falbo在验证方面 做验证人方面很有经验 除了Likon Chain以外 还有Cosmo本身 Cosmo Hub本身 跟其他的一些 一些链 尤其是Cosmo系统的链里面都是验证人 所以啊我们可以 如果他有时间的话 可以让他分享一下那个有一些 验证人方面的经验 他现在如果不方便讲话 我们就 先不打扰他了 就 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 就是 也就是 分享 验证人的心得 一些 良好习惯等等 尽可能 五分钟把它讲完 那 坤好像没空 我 我邀请那个 Edmond 说一下好吗 因为Edmond 我们经常会吐槽 就说那个有些验证人 怎么连头像都没有设定等等的 他就从一个用户的角度去讲一下好了 其实不是吐槽啦 就有些从用户角度 能观测到的一些 能改善的地方 还有就是有些客户也跟我反映 因为我们在 从一月份开始 当我们开始 宣传这个验证人 我们的资料的地方 其实是在 资料的地方 其实是在Likeland的APP上面 那在这个APP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主要就是几块资料而已嘛 首先就是验证人的头像 然后就是名字 然后就是有一个 description 有一个描述 基本上就是这三块资料 他们能看到的 认识这个验证人 就是最初步的就是这些 所以有些人 看到验证人只有一个名字的时候 他其实也没办法 想进一步了解也没办法知道 假如我们要给他一个渠道的话 应该是在描述上面有一个 比如说敲连结 连结到验证人的 最少是你的主网页 这是地方 我想这个是我们最基本 也是最容易可以做到的 就是先设定那个头像名字 跟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描述 然后我们经历过一个议论投票嘛 那个投票其实是有一个议题 很多LiteCon的用户 他们会问 我怎么知道哪个 那个验证人的那个意向 那个投票意向呢 我应该压LiteCon给谁 才能就是 就是我应该怎么确定压给谁呢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改善的地方 目前我们确实是没有 就是指定说验证人要如何发布他 一些对社群议题的一些意向的 但是比较就是handy的 比较方便的一个渠道可能就是在metas上面吧 或者最少应该我想有两个层次吧 假如是在你们就是平常惯用的一个有一个发布平台 比如说宝博 宝博他有一个medium嘛 那假如你觉得适合的也不想就是多弄一个平台的可以就在你的平台上面发布 或者说你说你的平台关有一些议题 这些比较specific的东西 关于LiteCon社群的东西 想在另外一个地方发布的话 可以选择metas 因为LiteCon的那个议程 我们一直讨论很多时候都会在metas上面发生 在上面开个post就行了 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当社群有一些议题要讨论的时候 像上一次要投票或者今次要讨论到底要不要增加验证人数数目 在metas上面都会有post 我们就干去就可以在那个post底下有一些讨论的 参与这个讨论之后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容易的渠道了 暂时我我想到的就是这两点了 看看大家有没有补充 要不你分享一下那个BIGTIPA里面Validator的页面 让大家关注到自己在BIGTIPA的页面里面是显示什么样 然后也可以稍微简单告诉一下大家 如果还没设定头像跟描述的可以怎么去设定 我是要分享画面吗 等我一下 你不行的话我可以分享你来讲 看一下 有看到吗 有 对这个是Validator的页面 这个是Validator的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Validator其实是有头像的 而有一些只有预设的头像 这个其实是BIGTIPA的功能 例如 例如 立场和Oasky的Nope 它有一个头像 而这个头像其实是来自于Keybase的 我好像只分享了这一个TAP 所以不太看得到啊 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听说 移动可以说 這個可以不太看得到 对于是 这个是啊 力常他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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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常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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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data其实是可以写入自己的identity的 这个identity其实就在backdipper上面就会翻译成 就会被解释成为一个keybase的publickey address 所以backdipper它会从这个keybase上面拿到这一个头像 所以如果各位validator想要设置validator头像的话 可以先在keybase开一个账户设置好那个账户 你没有个卡吗 喂哈喽能听到吗 能听到啊没卡 可以在keybase上面设立一个validator的相关的账户 然后把头像换成自己想要的头像 然后把这个publickeypublickey用activevalidator的transaction 修改validator的identity成为这个 这个应该叫publickeyfingerprint 对这个publickey的fingerprint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谢谢我看刚刚看到困回来了 要不要困我们在我们在聊那个validator的best practices 然后最基本的就是把这头像设好 然后他的自我介绍设好 所以刚刚刚好看你回来 看你有没有什么补充 昆宁那边声音有点小 可以调整一下麦克风或者是那个距离吗 那要不我也分享一点点在困在准备的时候 声音很小 只听到一点点 感觉是不是有回音 感觉好像有回音 回音很大 就是电脑扬声器的那边的回音 很难听到那边 在三月份的时候 其实也跟福布松聊过 其实是想要做一个意识 还没有整理好 所以你会发出来吧 就是感觉跟Focus他们聊天 会感觉到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强 他们是validators的角色的一个责任感 所以他们其实除了LikeCoin 还有在别的项目上 也会在他们不同的 写群去发 让大家都知道Focus其实是做什么的 比方说他们其实在推特上 活跃 你也会发有关于Focus的muse letter等等 我感觉像 菲比的 话音也没有了 有听到吗 刚才没有了一阵子 刚才好像感觉他们对自己 validators的熟悉很强 所以他们常常会跟不同的写群 去解释自己在做什么 我想这个都是因为他们是比较 full time 一个block validator的角色的不同吧 跟我们现在这个ecosystem里面 其他的validators 有一点点不同 所以我感觉我们其他的validators可以让写群都知道他们最近在做什么 还是他们对别的事情有意见的时候也可以用自己最舒服的渠道去跟写群分享 那大家对你的品牌啊 还是对你的团队都会有更多的认识 那这个是我看到一个分别 还有就是好像我想了解一些关于其他fail dators的时候都不知道去哪里找 这个是主要的问题吧 也是跟Edmond说的其实差不多 好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补充 那费比应该 我有一些话想说 给你一分钟 一分钟好了 之前好像有些validator 是有出现过down time 不知道 从那边是否有一些技术上的补充 是比如说要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啊等等 或者出现了这个情况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等等 那个我想先放到先放到AOB再说吧 因为我们超时了 然后而且down的那个validator现在没在 我们先先讲今天的那个主要的议题在有时间上的再再回来这个话题吧 人很多我想要那个时间控制的好一点 然后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就是今天的主题就是因为我们基金会有一个想法觉得现在的validator的数量还能再提高上去 所以希望收集大家的意见如果也有那个validator 现任的validator是认同的可以去提高一个议案去把那个上线再提高 那在那个讨论前我先提供一些背景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正式通过了咱们like on chain的第一个议案 议案的内容有三部分第一个是让节点进入节点变成permission list 就是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认同不需要申请就可以进来 第二个就是把有效的验证员提高到十个 第三个是可以validator的commission可以从40到60%去自去选择 那这个正式通过以后换句话说就是like on chain已经变成一个公链了 这是一条公共的区块链因为它没有任何人的去管着这不让其他人进来这样子 可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时候还比较保守指定了十个有效的validator 那当我们有七个刚开始有七个的时候就代表还有三个 然后通过了以后还陆陆续续有一些进来 可是因为只有三个名额就代表那三个以后有一些被挤到十个以外 那它技术上还是一个节点可是就没法参与到认证里面 那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可以提高更多的那个名额 让那些有想法去一起去做认证人的那些机关或者说个人也有参与的空间 这个是整个背景 那想要听大家的意见 尤其是现在已经是验证人的几个节点 要不我邀请宝博讲讲一件 宝博有在吗还是去上课了 先让其他的讲吧 好吧 昆那个话筒也许有问题 宝博如果听见然后你那个话筒不能讲的话 要不你在那个聊天室里面打字也行 那我们看看有 勉强听到 我以 喂 可以 大概有聽到 能聽到嗎 能聽到 OK KING哥你剛剛的問題是什麼 Hello 提高Active驗證人的數量 就看大家的意見 我覺得可以啊 因為尤其是 其實我覺得 加大數量 是沒有問題的 也可以是 加多一點 因為現在 還有就是如果是 就是 我覺得這樣的話 其實會增加 會提高 Litecoin的一個透明度 尤其是現在我覺得 很多 Litecoin的 Stakeholders 他們其實不知道 我們現在幾個 是什麼人 因為他們 不知道是怎麼樣去運作 然後如果是 加到 數量的話其實 也會 會令到更多的 Validators 他們去做一個 Community的推廣 然後他們會解釋一下 什麼是Validators 感謝 那個 Bell 要不要講一下那個 Metards的看法 嗯 好 我 我覺得 增加多一些 Validators 從生態的角度 還有剛才 是 Coin是吧 提到的關於 就是讓更多的社群知道 首先 Litecoin這個生態體系 以及這些Validators 在做什麼 真是蠻好的 但我想問問看 就是所謂的這個增加 會考慮一些 准座的機制嗎 就是它這個增加是 任何的 任何的機構 或者個人都可以來 作為一個Validators的存在 是嗎 就是因為剛才提到的增加是 不含任何准入機制的 只是會多一些這樣的Validators進來 沒有 按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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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我們現有的 呃 機制裡面 是沒有 因為是看 呃 delegation嘛 如果它有足夠的 delegation 呃 它就是Validators 之一 應該說 哪怕 看看我們的 相信是多少 如果有足够多的话 他们哪怕只有自己 stake给自己 他也是Valdeces之一 只是他的投票权 话语权很低而已 那我们是透过这套资金 因为我们其实没法 我个人可能会有些判断 当然有自己的价值观 可是我没法去 也不希望去把我个人的价值观 去影响到那个 Likon的Validators的组成 明白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 我们是觉得是OK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也没有看到 就是多Validators之后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总的来说 对于生态来说 一个是有好处 另外一个其实也是 对于现有的Validators 就是我们自己来说 也是会有一定的 就是有一定 有一定的pressure 去让我们去把自己的 这个不管是我们 跟我们自己的验证人之间的 这个community建立起来 还是更好地去推广我们自己 这个会有一个 但这个pressure 我觉得是一个正向的了 所以我这边的意见 是没有什么问题 宝博你上完课了吗 可以可以 我大致也没有太多想法 我觉得确实如同前面所讲的 好像也没有 开放了也没有太多的坏处 那那个是说完全不会有上线吗 是只要能够安装的就会进来吗 就是不会有上线吗 上线肯定会有 因为技术上也有上线嘛 如果太多太多的话会慢 就差讨论上现在多少了 如果现在我们有看到 有表态说举手 我要做veridators的 大概在10 好像在16个左右吧 已经包含现在咱们 现在在开会的 然后跟其他已经进来 可是排除在10位以外 或者说有进过来 可是排除了 然后他又把那个服器关掉的 大概在16个左右 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要不我们应该还插Ben 要不我就直接问Ben 觉得有没有想法 就该加到多少 老实说我对 我对这个没有太大的意见 因为真的不知道那个 dynamic会 我比较没有那个经验去想 就是这个dynamic会怎么样 所以我就听听大家的说法 有一位朋友叫Kitty 现在离线了 我还想要让他问 这样子 因为我们那个 那个LyconChain的投票机制 就投赞成反对 就Abstein跟Veto 他就没有一个选择 让大家去挑十几个 十五个还是二十个等等 所以我们得可能先找个方法 去订一个大家觉得相对合理的提案 然后就有其中有Veto提出来 所以可能想要趁现在有好几个Veto在 能不能拿到一个 哪怕不是百分百是共识 拿到一个方向的样子 要不我抛出来 看大家怎么看好了 否则的话可能很难去拿那个共识 我这抛两个看大家有没有想法 第一个是比较保守的方向 就是先订二十个 二十个就代表能满足 现在已经有表态想要做的 可是可能没多久 又会有需要再 不一定要开会了 可是又肯定要再提交一个新的proposal 去再通过才能再增加 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方案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比较进取的 就觉得根本其实那个商线没什么关系 然后就可能干脆就一下子都加到 比如说五十个 然后可能有好一段时间 都暂时就不用再讨论这个 让它有多少是多少的样子 那我说一下我的意见吧 就是我觉得二十个感觉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其实有这个validata数量的 限迹的根本原因是因为 我们不知道我这个网络的情况 到底会到底validata到多少 或者说能承受到 承受多少个validata 而技术上还可以保持一个 高效率去出区块之类的 所以技术上 我们上一次是从七个加到十个 然后没有看到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但是如果一下子加到五十个 其实就是把这个validata的数量 极端一点说 例如大家突然都很冗约 做validata多少 就会突然validata的数量增加到五倍 这个看起来似乎有些激进 所以我觉得一般来说应该二十个是没有问题的 感觉对 因为现在cosmos的cosmos hub 一开始是一百个 现在好像是一百二十五还是一百三十三 我忘记了 其实如果说 其实如果说 就是技术上可以承受多少validata 其实这个是跟 如果你说能够承受多少个的话 其实已经有一个testing是超过两百七十个validata 全球同时去validata 那我是觉得如果是你说上线的话 我觉得在litecoin上面可以是五十一百也没有问题 那个是那个是limit啊 就是到最后有多少个validata在上面是另外一个问题 可能到最后有三十 三十个validata在上面其实是可以的 然后那个只是limit你把limit加大多一点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明白 谁可以去validate 还有就是谁有一些validate的一个 或者是有多少proposing一个blog的一个机会 那个是跟他的stake有关系的 也是啊 不过因为我不太确定litecoin的网络上面 就是啊 跟cosmos 啊 例如cosmos的validata 往往其实是比较啊 感觉上他们会比较啊 有专业的服务器啊之类的 所以我不太确定litecoin的 validata的网络和呃 承受能力会和 会和cosmos那边一样 不过也对因为 如果从staking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不太可能 你只有五十个 如果有太少的validata的话 反而是如果是validata的数量太少 然后那个stake上面的stake的比重 不平均的话 那然后其实是 那个网络是很危险的 就好像你刚刚跟我说啊啊啊就是啊 开胚的那个testnet停了 就是因为一个validata 他没有去管他的那个service 反而是如果是有很多个validata 然后那个stake可以是挺平均的话 那反而那个network会比会更稳定 你需要的那个block time是多少 现在如果是我们跟 Cosmos SDK原来的default出来的话 那个commit time是5秒钟 就是说等了有consensus以后 我们会等5秒钟才出一个block 那所以才会有大概7秒钟一个block 多了validator的话 那个peer to peer的那个时间会多一点 那其实你看到现在在cosmos上上面 有125个validator也好 也只是大概7.1秒吧 一个block time 那我觉得也不会 也不会太慢吧 那7.1秒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validator 在cosmos上上面 volting power比较重的那些validator 大部分都有HSM的 那这变成HSM的那个时间大概是0.2到0.5秒 才会有一个signature 那这样的话还是大概7.1秒的话 其实那个lag不是很多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limit是 limit多一点 所以这个是我的意见 这样的话其实感觉技术上其实limit高一点 的确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觉得block time 7秒也没什么所谓 对如果是有一些validator 他们是对litecoin有兴趣 但是他们没有很多litecoin自己 然后他们开始有一些litecoin 然后他们可以开始validate 因为他们要争取stigma 他们会帮litecoin去做 去做marketing的 你想一下就是现在litecoin的validator的数量不够多 是validator slot的数量不够多 是它limit太少 那有一些人他们有兴趣去做validator 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前10名的validator 那他就会觉得既然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去成为前10名 那我就没有收入了 那我没有收入 那我那我为什么要去做litecoin的推广 对吧 那听上来应该大家会会两位都同意 那个技术上是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其他人觉得从另外生态的角度 有没有意见觉得比如说20个比较合适 还是可以不用太保守可以到50个 不过我想说其实哪怕50个也没有很进取 相对相对已经有的经验来参考的话 所以我还是哪怕我提50其实也是有点保守的 完全没有问题 那irisnet上面有80几个validator terra上面有大概60个validator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反而是太少的话会出现有点像太少的话 反而就会出现有点像EOS的那样那个那种情况 他是21个validator但是其实他被那简单来说 他说他们也是BFT 那就是说基本上15个validator的比重就已经可以控制了整个网络 但是到最后他现在是前三四个validator控制了整个网络 然后后面的那50个validator是帮助前面三个四个validator去做 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生态 那这个是为什么没有人去没有人希望在EOS上面去做任何的一些发展 因为就觉得我做什么事情也好 也是为了前面那三个人去工作一样 好感谢 那个宝伯有补充吗 或者说更多的意见 我是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不要一次太多啦 我觉得我也感觉觉得20是比较好的 因为不太知道如果一下子有非常多的人 开始有兴趣来研究或成为validator 会不会有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 反而还没准备好的情况之下 被其他人看到或感受到这样子 对可能讲的有点模糊啦 但是我觉得如果技术的部分 在修改这个上限循序渐进 上面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 感觉是先再加大 然后不是一次先开到上限 感觉好像比较好 不确定 对但是这只是一个直观上的感觉 Bell呢 Matter所有想法吗 因为我这边对于就是这个就刚才大家提到的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方向上没有太多的经验 或者说一定会知道多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就是这方面的 了解这方面的问题 我自己听下来是觉得循序渐进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吧 对 20个到 我是觉得20到50之间的这个数字应该都是 对对我来对我们来说应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不过操作上是一步到50或者更多 还是从20到先20再50 可能会倾向于更就是也就是持续渐进的这种方法吧 可能先20到50 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区间的数字基本上我们都是ok 这样不太好 那个那个结论 我想要那个大胆一点点 然后给一个具体的proposal 就是这我也很不希望就现在跑一个议案 然后通过20 然后因为跑一案也得最快也得三四周 然后得一个月 然后刚通过了 然后又满了 然后又又又又去谈 然后就好像很麻烦 所以我希望 也尊重大家有人会觉得保守一点 那我具体建议就咱们提提一个R15的方案 起码不会刚通过了又又满了这样子 然后如果而且也先取一个共识 如果技术上如果是没 这R15的时候如果又满了 然后技术上也没观察到有任何问题 可能社群里面就不会有太多的讨论 然后我们很可能又会再有validators 提交另外一个proposal再增加这样子 就一次过可以agree更多的 取得更多的公识这样子 看R15这个方案怎么让 便会有表达一下吗 虽然你说你没有判断 对对对因为因为我对那个技术上面会怎么样 跟那个社群会怎么反应 其实我也觉得我没有很好的理解 但是我听起来 如果是比方说好像25块的话就挺好吧 就是好像你说不用 就是好像每次都在改 但是也不是太就是没有那么 就是不会太over 好那我想要大家时间宝贵 我不想把那个会拖太久 我想今天其实到现在到这里为止就可以 然后进一步的我看在做的 看希望有人会提交一个实际的proposal 如果没有的话我再找其他的validators去沟通 看提交一个proposal吧 那在玩之前看 第一想要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还没加入到GNB的slack 紧号Litecoin的那个channel的话 就加一下那个聊天室里面有那个加入的链接 然后加入以后不要去general里面说 先进Litecoin L-I-K-E-C-O-I-N那个channel 然后我们的讨论都会在那里 因为我在那边都一个难题 就是因为我们decentralize 我又不想要给一个官方的比如说聊天室网站 让大家必须得在这里看什么或者聊什么 可是又会有比如说今天的那种问题 就是其实我看很多validators 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会 因为现在那个通信的方法太分散了 然后我发了邮件 我知道很多人没看 然后whatsapp我自己没有 然后telegram又不是每个人看 slack又不是每个人看 所以我需要大家有起码有一个公式 起码slack是大家都会看的 然后到那个search里面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当然如果很重要的话 我尽量用更多的渠道去给大家知道 会是起码会有那个官方那个slack是希望大家尽可能不要去错过的 所以希望大家加入那个 另外就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aob其他事项如果有的话可以现在提出来 我们还有几分钟还有三分钟时间 实际上在七点前浏览 刚才说就是现在有十个还是六个validators的时候 用户已经有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了解 还是选这个validators 可能我们将来要想想就是到我们有二十几个还是五十个的时候 可能技术上是没问题的 可是就是我们现在只有这个likeland的app的那个screen 就比较小的information可以看到的话 会不会要考虑每一种就是 都是平几个专程的比较简单可以让用户知道他大概应该可以怎么算 完成了 因为十个的话我还可以就是每一个到他自己的网站去看看 可是五十多个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个时间去做这个东西了 这个我回应一下吧 那个类似的意见其实前面也是有过 我自己是比较有保留的 我说我自己是从一个产品设计的角度 UX的角度 因为进Lykeland 比如说Lykeland吧 Begdipa还好一点 Lykeland它是一个看文章看新闻的地方 其实那些用户 马瓜的用户他没有 是只有我看到听短线了吗 他转了是不是 他说卡住了 我看到我卡住了 听到我说话吗 有听到吗 听到我想是他卡住了 对 King带了一个post卡住在那边 他说没电了 他应该想说就是不想再来 可能放太多这类的东西吧 就是 对 那我们就call off这个meeting吧 要差不多7点钟 好 那么今天的meeting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参与 如果有任何问题 记得去我们的slide 对 去0b的slide那边提出 好吧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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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ps King回来了 我们刚刚带你 dismiss the meeting 好啊 因为到7点钟了 然后我叫大家都 这样 对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